自從大S和聚俊夜公開彼此閃婚的消息後 得到外界一片祝福 兩人目前也在等待南方隔離完 就可以開始甜蜜的新婚生活 而大S的前夫汪曉飛日前現身自家品牌的直播 許多網友都留言提及大S再婚的事 但他則是什麼也沒多說 接到媒體電話也是聽到西元兩字就掛斷 不過他和張穎穎的緋聞依舊被傳得沸沸揚揚 張穎穎在11號也罕見發文回應 一直保持沉默 不代表是事實 被網爆了這麼久 我還是不想傷害任何人 但我也不想替任何人背鍋 似乎是在澄清之前被傳規定汪曉飛 如果懷念前任就要罰500萬人民幣的事 喬兒的事隔一天汪曉飛也立刻發文 他寫下 一直沒有做過回應 是不想因為自己的私事 佔用大多公共資源 最近持續收到很多媒體朋友的電話和短信 已經影響到我的正常生活 同意回覆一下 我們是和平離婚 和任何人沒有關係 大家都開始了新生活 揶助徐曦緣幸福 接著又說讓張穎穎遭受了那麼久無端的誹謗 實在抱歉 網友看完後也在底下發問 這篇文到底是在祝福大S 還是為張穎穎澄清 質疑她為什麼要把兩個名字放在一起 也有網友說 十年的感情換來徐曦緣三個字 看著莫名的心痛 王小飛最後也說希望事情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的關心